当你变成了一只猪鳞 在我的世界你会做什么呢 第一天 我将生在了一座豪华的城堡中 我发现我的父亲竟然是下界的国王 所有下界的生物都是我父亲的子民 而随着我的出生 也意味着我也会成为他们下一任的国王 就当我还在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时 我的叔叔得知消息也找了过来 开口就是十分讽刺的言语 我能听出他对我的出生很不满意 等他走后 父亲为了庆贺我的出生 直接将他之前的黄金头盔送给了我 之后我便走进房间准备休息 但在临睡前 我却听到了父亲和叔叔的争吵声 我躲在暗处偷偷观察 我发现叔叔对我成为下一任国王的决定 并不是很高兴 并直接声称下一任国王应该是属于他的 说罢就直接将我的父亲推进了岩浆中 看到着我连忙跑了出去 开始不断地呼喊着父亲 并赤手空拳开始攻击叔叔 伤心地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他并不在意我的询问 只是在跟我强调这个王国将由他来统治了 我不敢相信我的叔叔竟然会这么邪恶 但现在的我无权无视 十分的弱小 根本就不能阻止他 为了不被他干掉 我别无选择 只能匆匆离开了这里 我离开了王国 同时也开始为复仇做准备 我戴上了父亲给我的黄金头盔 并开始收集木头合成工具 期间 我遇到了一群的赤族兽 我向他们讲述了我的遭遇 并请求他们能够给一些材料给我 但他们却提出要以黄金头盔作为交换 虽然很不舍 但为了能够快速变强 我还是同意了交换 利用他们给我的材料 我合成了一整套的石器装备 之后我随意找了一处地方休息了一夜 但一大早我就被一只油猪袭击了 虽然在体型和速度上我不占优势 但还好我提前合成了一把石剑 将它解决后 我也意识到我必须要建立一所安全的基地才行 为此我收集了很多的木头 简单搭建了一所小房子 辛苦忙碌了一天 我决定烤一些肉犒劳自己 但就在这时 外面却响起了敲门声 打开房门 我发现竟然是一只猪灵守卫 就当我以为他是我叔叔的手下时 他却告诉我 他曾是我父亲最中心的警卫 而他来找我就是确定我是否安全 他还告诉我 我的叔叔现在正在清理那些不服管教的人 让我也小心一点 在临走前 他给了我很多的铁钉 等他走后 我立即就将所有的武器都进行了升级 连续忙碌了几天 在第四天 我也终于吃上了第一口热乎的食物 吃下之后 我发现身体竟然发生了变化 血量也提升到了八颗星 但这明显还不够 我还要变得更强才行 为此我出门开始收集材料 很幸运在一处地点我采集到了很多的精力 但在回去的路上 我却遇到了一只恶魂的袭击 它不断地朝我扔出火球 由于它飞在空中 我根本就没有反击的机会 但还好我跑进了森林里 在树木的遮蔽下 成功躲过了一截 回到家后 我立即就用精力合成了一整套的黄金铠甲 这将能大大提升我的防御力 在第六天到第八天里 我决定开始探索下界 但还没走多久 我就看到两个骑士正在攻击一群油猪 我立即跑过去加入到了战斗中 虽然我干掉了骑士 但还是太迟了 最终只有一只小油猪幸存了下来 我将它带回到了基地 并为它单独扩建了一个房间 作为株林国的王子 在第十天到第十二天里 警卫再次找到了我 他告诉我 城堡里有人对我叔叔的统治十分的不满 已经有人计划干掉它了 询问我是否要加入 为了给父亲报仇 我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下来 同时我也意识到这将会是一场恶战 为了能提升我的战斗力 我也利用材料为自己制作了一面盾牌 在第十三天到第十五天 我回到我出生的城堡 我发现除了警卫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猪林 我的叔叔从城堡内部走了出来 看到我们之后 他十分的淡定 直接就朝着警卫扔下了一种不知名的药水 我发现猪林警卫们立即就变了一副模样 并莫名其妙地就开始攻击我 但还好我准备齐全 我立马就利用木板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台阶 在装备的优势下 我很快就解决了他们 眼界没能阻止我 叔叔突然就朝着城堡内部跑了 他跑得费快 我一路寻找都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我只能四处搜寻企图找到他的踪迹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 我意外遇到了一个岩浆怪 从他的口中 我才得知了叔叔的去向 经过连日的追赶 我终于找到了他 但除他之外 我还发现了一个女巫 我躲在暗处开始偷听他们的谈话 我发现叔叔正在跟女巫做交易 他似乎要将猪灵拳都变成僵尸 从而壮大他的军队 之后我看到女巫同意了交易 并递给了他很多的药水 而叔叔也给了女巫很多的金块 我不理解女巫为什么会帮助叔叔 我决定去找他问个清楚 等他们都离去后 我跟着女巫也进入到了传送门中 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我环顾着四周 却发现女巫早就不见了 但好在我在传送门的附近 发现了一块金钉 我意识到这肯定是女巫掉下的 我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走着走着 我发现身体的温度下降得很快 突然我就变成了一只僵尸猪灵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这太可怕了 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快点找到女巫才行 我开始继续在主世界寻觅着女巫的踪迹 虽然在途中我再次发现了一块金钉 但我还是很快就失去了线索 我开始询问这个世界的生物 在哪里可以找到女巫 从一只北极熊的口中 我得知了女巫生活在一处沼泽地 在第25天到第28天里 我来到了沼泽地 也顺利找到了女巫 我询问她为什么要跟我叔叔合作 为什么要研发药水残害那么多无辜的猪灵 听完我的话 女巫一副无所畏惧的模样 她觉得猪灵的性命跟她无关 她只要得到数不尽的黄金就行 听到这我十分的生气 告诉她如果她还不停止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就会毫不客气地干掉她 我的威胁对女巫并没有起到作用 只见她果断喝下了一瓶药水 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傀儡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手段 但我必须要解决她才行 傀儡的实力很强 但行动却十分的笨重 经过不断地拉扯 最终我击败了傀儡 而女巫也变回了原样 这一刻的她变得害怕了 她希望我能放过她 并说会给很多的黄金给我 但我并没有妥协 在我的胁迫下 她人给了我一瓶药水 将我重新变回了正常的株林 我的目的已经达成 我也并没有仁慈地放过她 挥动着武器直接解决了她 在第29天到第33天 我并没有急着回到夏洁 而是找到了一处洞穴 采集了很多的钻石 并将装备全都进行了一番升级 之后我来到了一处村子 我偷偷收割了他们菜园的庄稼 作为我的食物 但我的行为却还是被一个村民发现了 他找到了村子里的铁傀儡企图赶走我 但铁傀儡并不是我的对手 在第38天到第40天里 我通过传送门回到了夏洁 但我却发现叔叔正在基地等着我的到来 看到我之后 他立即就召唤出了很多的手下开始攻击我 虽然我很不想伤害同类 但为了自保 我别无选择只能反击 他们的数量很多 但在装备的优势下 我很轻松就解决了他们 为了能够有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带着游猪将基地进行了一番扩建以及装饰 期间游猪为了帮助我 也主动出门帮我探查关于叔叔的消息 等他走后 我也在基地原先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地下室 用来收藏我收集到的金块 在第44天到第45天里 我开始继续探索下界 我期待找到一些生物来测试一下我目前的战斗力 我来到了一处森林 一进入我就发现了很多的怪物 这太棒了 现在我可以好好地打一架了 战斗很快就爆发了 他们一吱吱地朝我袭来 虽然他们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 但在主世界一轮游后 我发现自己对于战斗 已经能够游刃有余了 为了让父亲知道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决定去他的墓地 向他讲讲我这些天的经历 在第46天到第49天里 我来到了父亲的墓地 我开始向他倾诉我最近发生的事情 也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 我见到了父亲的灵魂 他告诉我一切都要小心行事 同时他让我一定要相信自己 不要放弃希望 除此之外 他还告诉我在这里给我留下了一套装备 将会大大提升我的战斗力 我迫不及待就挖开了地面 果然在箱子里我发现了一把弓箭 以及很多的箭矢 这太棒了 有了这些武器后 我相信最终我一定能够干掉叔叔 重新夺回王位 为了纪念父亲 在第50天到第53天里 我决定在下界建立一座父亲的雕像 除了让父亲能够永远陪着我之外 我也希望他能够看到我胜利的那一天 在游猪的帮助下 我们很快就搭建好了雕像的下半身 在第54天到第58天里 我决定出门战斗 从而来快速提升自己的战斗技巧 很快我就遇到了一只怪物 我率先发射箭矢吸引了他的仇恨值 受到攻击后 他立即就朝我冲了过来 并利用锋利的牙齿疯狂啃食物 他的移动速度很快 经过很长时间的搏动 我也没能将他拿下 正当我觉得自己就要命丧此地时 一个朱灵突然就加入到了战斗中 并且很轻松就干掉了他 战斗结束后 我立即就向朱灵表示谢意 同时我也意识到 自己现在的战斗力还是太弱了 祈求他能够收我为徒 提升我战斗的能力 他同意了下来 跟着他我回到了他在下界的基地 休息了一夜后 训练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练习了身体的敏捷性 以及战斗的技巧 朱灵还会经常和我进行比试 经过连续几天的训练 我发现自己提升了很多 而在训练结束后 朱灵也给了我一把衬手的武器 朱灵王之剑 这实在是太酷了 在第63天到第66天里 我回到了基地 却看到尤朱正等着我 他告诉我 他已经找到了我叔叔的基地所在了 我迫不及待就朝着基地前进 连续赶路了几天 我也终于来到了这里 但我却被岩浆拦住了去路 为此我制作了一根诡异军吊杆 控制了一只赤足兽 让他带我渡过岩浆 进入叔叔的基地后 我发现这里竟然还有凋零骷髅进行守卫 但还好他们的实力并不强 解决了他们之后 我便朝着基地内部走去 正当我以为能跟叔叔决一死战时 却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一只变异的凋零骷髅守护着 看到我之后 他立即就手持着双剑朝我斜来 一番战斗下来 我发现自己现在还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只能骑上赤足兽快速逃离了这里 在第75天到第78天里 我在下届挖掘材料计划着合成更加强大的装备 却意外遇到了我的叔叔 我看到他控制了我的伙伴 我生气地让他放了油猪 他非但没听 反而将油猪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油猪兽 并命令他开始攻击我 油猪挥动着双拳不断地对我发起攻击 期间我不断地呼喊着他的名字 尝试让他想起我 但我却发现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我别无选择 只能解决了他 在第79天到第84天里 我正准备收集一些灵魂纱 装饰猪灵王的雕像 却意外被一群的小傀儡袭击了 但还好他们的实力并不强 我手持猪灵王之剑很快就解决了他们 采集到足够的灵魂纱之后 我立即就利用收集到的材料 完成了雕像的剩余部分 辛苦忙碌了几天 我也决定趁机好好休息一下 由于经历了很多的战斗 回到家之后 我发现铠甲的耐久度已经不多了 为了能够应付日后的战斗 我立即就利用钻石铠甲 以及我收集到的材料 合成了一整套的下界合金铠甲 在第85天到第88天里 我准备找一些盟友 一起帮助我对抗叔叔 一路探寻 我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地狱 这里到处都是玄武岩 在这里我还遇到了两只玄武岩巨人 他们似乎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看到我之后 他们就立即对我发起了袭击 但好在他们的行动十分的笨重 解决了他们之后 我继续前进 又遇到了一个黑石巨人 他不像玄武岩巨人那般粗暴 反而十分的友善 我向他讲述了我的目的 希望他能和我一起战斗 但他却拒绝了 他表示自己并不喜欢战争 但是可以帮我升级装备的属性 在第89天到第90天里 我找到了之前训练我的猪灵 这里还有一些幸存下来的同类 我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一起对抗叔叔 在我的劝说下他们也同意了下来 但正到我准备安心离去时 却发现他们都变成了僵尸猪灵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 但这绝对是叔叔的手笔 为了不让他们残害别人 我别无选择 只能干掉了他们 为了能够将装备进行升级 在第91天到第93天里 我来到了猎验人在下届的要塞 因为我需要猎验棒作为升级装备的材料 现在我的实力对付他们十分的轻松 很快我就收集到了足够的猎验棒 我重新找到了黑石巨人 并将材料和盔甲全部交给他 在他的加工下 新型的铠甲很快就打造好了 穿上之后 我发现铠甲不仅变得更加绚丽 同时也增加了很多额外的属性 这实在是太棒了 告别黑石巨人之后 我开始朝着自己的基地赶去 却在途中遇到了一只全副武装的恶魂 一副来者不善的模样 看到我之后就立即朝我发射了很多的火球 而有了弓箭之后 我也并不需要再逃跑了 在躲避攻击的同时 我也在发射箭矢进行反击 由于它身穿铠甲 防御力很强 经过很长时间的战斗 我才将它解决 而在它消失的地方 我还捡起了一件可以发射出火球的大炮 现在的我不管是实力还是装备 我都感觉已经到达了顶峰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也决定出发跟叔叔进行最终的决战 在第99天 我骑上了赤足兽 再次来到了叔叔的基地 迎练向我走来的是变异的凋零骷髅 看到我之后 它立即就朝我冲了过来 现在的我防御力极强 近距离搏斗我根本不怕 况且我还拥有着能发射火球的大炮 在连番的攻击下 凋零骷髅很快就给我解决了 我再次朝着基地内部走去 进行着最终的决战 这一刻我等得太久了 叔叔看到我之后 还企图不断地劝说我 但他还是小瞧了我的信念 眼见战斗已是必然 叔叔也穿上了他的铠甲 我们手持着武器互相冲向对方 虽然叔叔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但好在铠甲抵消了大部分的伤害 连续挥砍了几次后 我瞬间就拉远了距离 准备利用弓箭进行远距离攻击 但他仿佛早有准备 也切换了一根权杖 并召唤闪电攻击我 面对闪电我也并没有莽撞 一直都在进行走位 可能事件迟迟没有解决我 他又召集了很多的僵尸猪灵 虽然数量很多 但现在这些小怪 对我根本就难以造成伤害 干掉了他们之后 战斗重新打响 我不断地切换着武器 企图发挥武器的最大效果 但叔叔也不是吃素的 十分的顽强 在躲避攻击的同时 我也手持着武器对他造成伤害 并完成了最终一击 这一刻的我十分的开心 因为我不仅结束了叔叔邪恶的一切 同时也为父亲报了血海深仇